他一头挑起了我天晚天的雨 他一头念着花下耳蕾的心房 早说长城为外带花香 你也知道你见风雪梦 我感到他的手触摸到的是春天 因为他的心里永远是练了 新生活的开始 延伸互保沈阳飞 12.0度 预计台风中心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 在海南的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 也有可能经过海南南部近海向偏西方向移动 受他的影响从今天晚上到明天 南海中北部海面北部湾以及华南西部沿海 风力将逐渐加大到7到10级 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地区 风力有11到12级 广东西部广西南部以及海南将会有大雨或暴雨 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未来两天的全国的具体天气情况 首先今天晚上到明天 新疆北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大部以及东北地区南部 西南地区东部将会有小到中雨 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 明天晚上到后天 新疆北部华北北部和东部 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 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西部有小到中雨 其中华南西部和云南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 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北极个别无视法律 严重侵犯记者合法权益的违法人员依法进行惩处 中国记协指出 新闻记者对社会上个别违法活动进行采访报道 是实行正确舆论监督的合法形式 符合党心民心应受到尊重和支持 昨天上午8点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 线路设备大修正式开始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于1968年 轨道结构按木枕短轨设计 目前大桥每天的列车通过量 已经由建成之初的几十列增加到200列 随着列车速度的提高和载重量的增加 南京长江大桥110公里的限制时速 已不能适应提速的要求 上海铁路局决定投资1400多万元 对大桥线路设备进行更新改造 这次大修除了更换正桥每米60公斤的无缝钢轨外 还将南北引桥5.1公里线路的木枕 更换为新型钢筋混凝土轨枕 并在轨枕上铺设超长无缝钢轨 在南京长江大桥这种特大桥上 换铺钢筋混凝土钢轨和铺设超长无缝钢轨 这在我国上述首次 它将有效地提高轨道强度和列车运行的平稳性 减少线路日常养护维修的工作量 这是江苏台报道的 97全国环保产业及国际环境保护展览 昨天上午在北京开幕 数百家国内外环保企业参加了本次展览 据了解 我国有环保企业近万家 环保产业的发展 已由初始阶段的单纯低技术生产 逐步发展到技术开发 流通 工程设计 生态保护等广泛领域 与此同时 我国的环保产业仍以中小型企业为主 数量较多 规模不大 技术水平较差 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合理化 目前环保市场已成为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市场 预计到本世纪末 全球环保市场价值将达到6000亿美元 通过举办这样的展览会 我国环保产业将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 寻求国际合作 并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第九届香港印刷大奖 5号晚上举行颁奖大典 香港联合出版集团 中国队发挥正常 开场仅三分多钟 就由10号刘爱玲进区外远设率先破门 随后刘爱玲 范韵杰 又为中国队再添两分 在其他场次比赛中 中国香港队以0比3不敌印度队 中国台北队1比0小胜韩国队 菲律宾队1比2不敌乌兹别克斯坦队 本次比赛共有11支队伍参加 将于本月14号结束 获得前三名的球队 定时势度早已得当 你最佳状态投入复兴才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七路台报道的 观众朋友 过去在商店里 我们所看到一些比较好 和价钱贵的电子芹 有不少是国外产品 而现在不同了 上海生产的电子芹 已经开始大批量出口到美国市场去了 请看报道 最近世界著名跨国企业 美国无线电公司 专程到上海无线电21厂 订购了12万8间台 由上海生产的电子芹 这是互产电子芹 首次大批量进入美国市场 近8年来 上午21厂在国内同行 进行激烈竞争的情况下 把产品开发的着眼点放到了国际市场 想方设法满足外生需要 从而赢得了好评 这家厂自1989年 电子芹成批出口德国后 产量逐步抵增 去年这家厂的电子芹出口量达到5万台 预计今年电子芹的出口量将突破15万台 这是上海台的报道 我国最大的一株魔鱼花 最近经植物界的专家鉴定 这是我国极为罕见的魔鱼花王 请看报道 今年4月下旬 贵州省天龙 汉南京 以及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 怀着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崇高理想和雄心壮志 云集到这里 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做出了巨大贡献 请看报道 新疆和平解放时 十几万面临趋粮窘境的人民解放军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命令 挺进大漠 铸建为离 披荆斩棘 艰苦创业 开始了屯肯戍边的历程 他们硬是在风沙 干旱 风暴 严谨十分严重的恶劣环境下 陆续在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 建起了58个边境农场 1995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国内生产总值 达到120亿元 农业总产值为104亿元 棉花总产量达到381900吨 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七位 今天 新疆工农业总产值的19.7% 是冰团创造的 新疆粮食产量的19.9% 油料产量的30% 棉花产量的41.3% 甜菜产量的44.5% 出口创汇的33.5% 出自兵团 40多年来 一代又一代的兵团人 为边疆的繁荣和社会稳定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阿尔泰山深处的农实师185团 与哈萨赫斯坦和解 我们见到了58年从部队转业的 山东籍农横战士张玉芝 他说 这是中央台和新疆台报道的 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宇今天宣布 国家经贸委决定在全国范围内 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工作 并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工程 请看报道 据介绍 国家经贸委组织实施的这项工程 是在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的基础上 进一步促进企业发展 协调配套的推进三改一家墙工作 落实两个根本转变的重要举措 工程的核心是 鼓励企业大力研究开发新技术 生产新产品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档次 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九五期间 此项工程将在大中城市 100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中推广 其中300户企业将建立技术中 在群众最关心的干部任用问题上 孙庆离始终坚持任人为贤 公道正派的原则 要让德才兼备的老实人不吃亏 让犯过错误又改正的同志抬起头 某场战原油料股股长张代华 因管理不严导致油库失火 受到处分一度消沉 孙庆离及时找他谈心 使他重新振作精神 油库的工作成了基地的样板 几年来 孙庆离率领党委一班人 下大力气抓机层 部队连年提前完成飞行任务 连续两年被空军评为先进师党委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本台消息 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编写的 反映人民军队优良传统 介绍士兵立身做人 基本道理的政治教材 士兵政治常识读本 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近日正陆续发往全军部队 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 执法检察组 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请跟报道 李其名副委员长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首先听取了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副秘书长陈继平 公安部副部长李继舟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琼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谢安山 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 实施情况的介绍和汇报 李其名副委员长在讲话中指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 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 已经颁布五周年了 五年的实践证明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是党中央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 实践经验提出的正确方针 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 五年来 各地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创造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但也 请不吝点赞订阅